四十一,明報,七角廚藝班,2015年7月4日富康時代D05教育心與湯才偉年輕女同事即將出嫁 公司內其他女同事一有空便湊在一起,出謀獻策 其中一項重大的話題,就是為這位代價的新娘子學保廚藝 有的把自己多年攀任心得傾囊相仇,有的把家中的廚藝書值慷慨相乘 原因只為這位女同事對廚藝一無所知,怎會想到報附足糖水這麼簡單你都不懂 要詳細講解,一位嫁作人婦多年的女同事說 原來某次大家聚會,規定各人負責一碟食物 數知這位女同事於攀任一時不太內行,所以只請她負責最容易的附足糖水 並告知只要把附足加入適量開水內煮半小時再加蛋就可以了 誰知她把街市買回來整包的附足都放進一個小窩內 結果糖水變籌亡 原來對某些人來說,不然而遇四個自卻運藏深無的道理 對毫無經驗的人來說,攀任指示中的適量到底是多少 這個例子搬到教學上也一樣,具有多年經驗的教師來說 很多技巧二屬加密性質,也就算那種無需經貴意識思維而呈現出來的行為 這類知識,有時候就連當事人自己也沒有留意 就如廚房謀師天為我們做飯的母親 兩至一黏,手中的小許糖、小許鹽 要比實驗室內的涼杯橫耀準確 而在母親身手渣糖的薩那之前 她已衡量了份量、口味、食材特性等多項的因素 明白任何操藝都有這類加密知識的存在 那就能理解教師在掌握任何一套教學策略的過程中 都不能單聽理論而不去實善 同樣也會明白,為何向老師推介某種策略時 對方會對你說,已試過啦,都無用 就如學習廚藝的女兒對母親說 我試煮過啦,都不好吃,是真的不好吃 患事主的技巧尚未到家,湯才偉星期六見報 如果你要教我自己 Ooh 像女姿一樣 好可不上